最近热播的古装电视剧简直不要太多,演习攻略,如异传,香蜜沉沉浸如霜,天盛长歌,舞动乾坤,公斗,喧哗,武侠,爱情应有尽有,各种小花小鲜肉即是绿派演员花式刷屏,剧情相关的热搜一波接着一波,这个八月俨然被调成了全名追剧模式,其中人气和口碑最盛的倒数刚刚完闲的演习攻略了。 不过剧虽然完结了,戏外热度依旧不减,八月二十八日,主剧魏英洛就被挂了,因为团队工作协调不善,被中国电影报道半夜点名置顶批评,只扣其团队耍大牌,与之前耍大牌事件不同的是,中国电影报道官博更开口,就是指名道姓,还是在半夜十二点用手机发的微博,看来确实是悲气的不轻, 连角色名都给说得明明白白,生怕大家不知道吴锦言是谁,随后吴锦言所在的公司回应会彻查此事,并对中国电影报道进行郑重致歉,其实吃瓜群众心里都明白此次事件,大的责任是来自于团队, 但是吴锦言自然是首当其冲,面对央视和大众的批评指责,吴锦言本人随即转发了微博进行多次致歉,虽然央视后面也接受了致歉,但是刚刚才因为一部剧,而被大众认识的吴锦言,好不容易有了红的鸟头,就这样被贴上了耍大牌的标签,也是损失惨重。 同样是热播剧女主,凭借向蜜沉沉浸如霜吻作为失收视冠军的娘子最近争议也挺大的,除了跟琴俊杰分手,新剧叫蜜沉浸浸如霜,最近的乌龙也不少,不仅口碑蹭蹭蹭下跌,剧情注水也越来越严重,男儿气氛过多,甚至赶超男主邓轮,演发群潮,面对观众们的大力批评和吐槽, 编剧和制片人还分别出来,上演了一出甩锅大战,而从观众们的高议论都可以看出这部剧收视到底有多火热,一部满满特效的古装玄幻剧,粉丝们最初之所以买账,大多是因为对这部人气小说改编而成的影视剧报有超高期待。 如今剧情已经过半,即使饱受争议却演员受到热疼,抛开剧情本身的跌当起伏外,这一切还要归功于男女主的精湛演技。 八月可以说是功德远,在娘娘们的夹缝中,小猴子还是靠着演技杀出上了血,热,鹿,苏,这些观众出了名字严格,在无数当红明星,被吐槽面探演技的当下,杨子的业务能力,真的是让大家刮目相看了。 她在《香蜜沉沉浸如霜》中扮演的是睡神和花神的女儿简秘,是一个爵士美女,倾国倾城的角色。 虽然一开始便有人吐槽他颜值不适合仙侠剧,可还是通过过瘾的演技,收获了一句肯定,从摄取卫生的软蒙傻白甜,到后期情绪大爆发的哭戏,还有甜到人心坎里的情感戏,杨子的演技成为了大家最关注的亮点之一。 再看来,如今杨子成熟的演技被受大众认可,并不是一蹴而就,而是在演艺道路上的认证磨练和日积月累。 当年,家有儿女让杨子成为家喻户晓的小雪,随后出演了几部证据,可扮演的角色,并没有在业内掀起什么水花。 直到战长沙,和吵自己一杯的霍剑华对戏演情侣,却丝毫没有违和感。 凭借演起的制作和演员用心的诠释,这部戏都把评分达到了9.1。 别说90后,就连85后,能拿9.1分的女明星,真的寥寥无几。 客套口碑并没有给杨子带来更大的商业价值,她的话题度远远不如很多干出道的鲜肉。 更多时间,她游走在各大剧组,不断试镜,不断寻找机会,劝日遭拒绝和碰壁。 因为青春气身体发胖,由导演直言,你怎么长成这样了,还是回家去吧。 于是,那段没戏可见的时光,一晃就是好几年,大家都认识我,我却没戏眼。 人生最艰难的时刻,是抱着绝望,一点点往上走,知道她遇到了欢乐颂里的邱盈盈。 这部年度流量爆款让她随之奔红,饰演的邱盈盈这个角色也深入人心。 知乎上有人说,你看看家有儿女的小雪多机智,再看看欢乐颂的邱盈盈多傻逼,就知道杨子的演技有多好。 她把邱盈盈的傻里傻气,故造媒形商演绎的淋漓尽致。 有人在她微博评论,终局也因为邱盈盈这个角色而讨厌杨子。 比起其他几个要么聪明,要么乖巧的角色,邱盈盈这个人物的缺点确实是最多的。 但同时,她的形象也是最鲜活的,也是一个特别能让人,引起现实感觉触碰的人物。 杨子将这个角色诠释得活灵活险,仿佛她就是邱盈盈本人。 无论兴奋夸张的幼稚举举,还是嚎啕大哭,默默落泪的动情画面。 她总会不动声色地将你拉到她所处的时空,陪她一起伤感难过。 这种感染力,在如今的流量小花中,绝对是稀缺的。 欢乐颂这部剧大受欢迎跟美威演员的用心诠释脱不了关系。 大杨子可能是里面唯一一个因为演技太好被骂的人了吧。 但其实饰演邱颖这个角色并不是杨子的第一选择,只是当时心仪的角色都被选走了。 最终饰演这个角色,也可以算是别无选择。 被骂的最惨的陆雪奇,也并不是杨子的本意,在那段时间,她根本没有戏拍,唯一能接的就只有青云志了。 而在今天看来,幸好当初杨子接拍了青云志,因为没有青云志就没有香蜜的女主了吧。 从被所有人否定,到如今被观众追到演技,她又实力粉碎了所有之一的声音,也成功找回了不少的自信。 希望通过这波演技爆发,能让更多人,看到这个境界女孩的努力。 也希望凭借此事可以为杨子打开更加宽阔的演艺道路,向我们展示更多的可能性。 期待她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